当你体检的时候发现你的甲状腺有一个很小的结结 你就会考虑它是不是已经是矮 或者说它现在不是矮 以后会不会变成矮 这个从理论上讲 任何一个大的矮都是由小的矮转化来的 通常来讲每一个结结从它生出来的那一刻 它产生的第一个细胞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它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 只是在它很小的时候我们很难以去鉴别 因此我们说良性的结结变成恶性的矮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的 前段时间上海的总理研究院的一篇文献上也报道过 他们认为良性的甲状腺结结是不会转化成甲状腺癌的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通过现有的手段想去分辨出来 到底是转化了还是没转化 目前可能还没有定论